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上的脸影那是若有若无 明眸时刻盯着古灯 将神石和古灯连在一起感应着附近数十丈的一切动静 忽然远处百丈外 一片白光亮起 十几头高大的巨猿默然浮现了出来 如此大模大样的出现 月姓女子一眼望去 脸露诧异之色 这些巨猿啊 现身之后也不过来 而是站成了一排 两手一抬 数十道颜色各异的光柱是喷射而来 傀儡树 月姓女子稍微愣了一下 就看出了这些巨猿的名堂 眉头皱了皱 谨慎的四下张望了一遍 可是并没有发现这些傀儡的驱使者 对这些光柱的攻击 月姓女子是毫不在意 只是随手一掐绝 莲影闪动不已 将这些光柱轻而易举的挡了下来 然后慈女身影一动又从一盏古灯上摘下一朵灯燕下来 这一次灯燕并没有被慈女马上寄出 而是拖在手心儿处轻轻飘起 省月的女子盯着古灯 目光是闪动不已 准备已不变应万变 仅仅片刻之后 慈女就神色一动 毫不迟疑的相纯一张 冲着手中的灯燕吹出了一口灵气 灯燕清光一闪 从手上诡异的不见了踪影 省月的女人 这才扭过头来钉向数十一帐外的某处 呼地声清响 先是一个人影浮现了出来 一团清光默然将其照住 青色火焰在女子一掐绝下 随即在那个人身上燃烧了起来 女子匆匆嘴角一翘 露出了一丝冷笑 哼 怎么现在还没有电话 此女笑容忽然凝固住了 发现那个人既没有像先前几个人一样 瞬间化为灰烬 也没有丝毫挣扎之意 她心里一惊之下 急忙定惊细看 这个人是 不对 是个傀儡 青燕中的人影猛一看面目 仿佛啊 是寒厉的样子 但是 神色慕然 举止僵硬 根本就是个假人 而且似乎不怕青燕之火 没有一丝被烧毁的样子 不好 女子刹那天就想到了什么 慌忙扭过头来 向古灯望去 要将神石再次抚在灯上 可就是 这片刻功夫的耽搁 在二十余丈的另一处 一个人影在清光中闪现 低沉的霹雳声一响 人又在电光中不见了踪影 幸悦的女子见此 心中是惊怒至极啊 两手同时掐绝 再猛然一扬 树道法掘先后向古灯射去 但是 却有些迟漏 在古灯旁边电光亮起 里面隐隐地浮现出了一个人影 随后 一只黑红色的大手 从亮光中击射而出 一晃之下 足有丈许之巨 冲着一盏古灯 狠狠地抓下 这人如何认出主灯的 内战才是真身 只有施法人才能知道 就是原因后期的修士 也无法看透其中的真伪啊 女子见此心中更加是惊怒至极啊 如此近的距离 大手几乎和幸悦的女子的法掘 同时碰到了古灯 古灯先是轻光一闪 刚要起什么变化的时候 就被巨手将古灯一把捞起 灯燕 随之被手上黑色的阴火 强行灭掉 与此同时啊 其余八盏铜灯 有所感应的颤抖了起来 灵光一闪 灯燕随之一一消失 这些古灯瞬间化为一团团灵气 溃散开来 不 这位木兰族的第一女上师 一见此景 面色苍白无险啊 银牙一咬 两手一扬 大片连影向那黑色大手照去 想要抢回古灯 但是黑红的大手早有所预料 一将古灯抢到手 就立刻向后飞射而回 一丝当个都没有 但是电光中一声冷哼传来 雷鸣声 再次响起 等黑红大手刚没入光团之中 人影和黑红大手恰到好处的 同时消失了 下一刻 人影却出现在了被青光困住的傀儡人旁 手里正捧着那盏古灯啊 正是趁其不备 悄悄潜入的寒历 你绝逃不走的 星月女子惊慌的丑立眼 轻鸟的方向 发现 圣秦还没有马上消失的样子 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 大声尖叫了起来 随即 此女周身是青光涌现 化为了一股清风 直接追了过去 韩力脸色一沉 手中白光一闪 古灯被收入了楚代中 同时啊 背后风雷尺一动 人就消失不见 出现在了数十一帐外的另一处 而这个时候呢 女子所化青风 刚好追到了她原先的战力之处 韩力目光闪动之下 突然单手一掐绝 口吐一个豹子 青光中的傀儡人啊 突然之间 口吐一颗青色的圆珠 正好击在了青燕照壁之上 轰的一声 金不青燕交织一起 爆裂开来啊 不但将傀儡人自身 炸去了大截身子 还波及了附近的姓月的女子 此女身上连影啊 她原来具有自动护主的神通 虽然其主人心浮气躁 没有防备这一手 但是片片连半闪动不已 竟将此攻击硬生生的给挡了下来 但是韩力藏在傀儡中的雷珠 威力可不同一般啊 此女纵然逃过一劫 但身形却被击退了数丈之远啊 风盾功法一时间就被解掉了 韩力叹了一口气 虽然说心里边觉得吧 有些可惜 但毫不迟疑的 斩动双翅 一闪即适的再次消失 向远处飞一块顿走 等姓月的女子 重新站稳身形的时候 韩力早就顿出的百玉杖远去了 这位木兰女上师咬牙切齿的正要追去 原地被炸的只剩一半的傀儡人 忽然发出了嗡名的怪异之声 刚被韩力暗算的此女吓了一跳啊 急忙看去 之间的残破傀儡人区 是青光大放 随后瞬间分解溃散开来 化为一群群三色飞虫腾空而起 这女子看了之后心里一惊啊 但是顾不得和这些飞虫纠缠啊 急忙使催动身上的白脸护身 想要硬冲过去 但是三色飞虫眨眼之间是 凝结变形 化为了树面三色大盾 不停地向此女撞接而来 每当此女一掐绝 想要使用风盾术的时候 一波接一波的冲击 让此女的身形施法接连施外 幸悦的女子到了这个时候 可以说是勃然大怒 一人施展了数个灵术攻击过去 却发现竟无法伤害到这些飞虫 这个时候她才惊讶地认出 这些三色飞虫 除了和士金虫颜色不一样之外 其余的呀 全都是一模一样 竟好像是变异的士金虫 心里边烧吃一惊 立刻往处带中要拿木陵之宝 来困住这些飞虫 但是这些飞虫这个时候 却嗡的一声向四面八方 四散而逃 村里愣啊 随后面色一变 急忙向远处望去 这件不知道什么时候 行里已经施展隐匿的神通 早已是踪迹皆无 无从寻找了 月姓女子脸色红白交错 孤零零的浮在空中 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而这个时候呢 另一边的青鸟正好一口青色火团 击破了一名老者古堡防守的巨大青鸟 他心中一喜啊 正要飞行而下 一把将对手抓死的时候 忽然赶到了体内的灵力疯狂的流失起来 此秒一惊啊 顾不得伤人急忙扭头一看 这才发现 原来漂浮古灯的地方 此刻是同灯踪迹全无 巨鸟心中大慌 这来得及坚明一声 体型就飞快的缩小起来 原本受其控制的火灵器 却在刹那间失去了控制 下方的青色火海 一阵剧烈的翻滚之后 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露出了满脸恶人之色的太真七修 而另一边脱困的双魔 则毫不犹豫地化为一团绿风 狠狠地扑向了法力大将的青鸟 这只妖琴啊 此刻缩小至了数尺大小 目露不甘之色的盯着双魔 没有一丝躲避之意 结果呢 扑斥一声 还没有等双魔扑到 此鸟身形爆裂开来 化为了无数的青色灵光 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 唱听网 有时候灵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阴阳双魔 一呆之下 身形都停滞了下来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名死里逃生的老者 大喜过望地问道 此刻的他身上的法力 可以说点滴不胜 刚才他原以为啊 是死定了 看看那边 他们好像用来召唤 妖琴的宝物出了问题 那些古灯都不在了原处 回手老者也长出了一口气 目光朝放置古灯的地方 扫了一眼说道 他脸上当然同样的 带有结后余生的庆幸之色 再拖一会儿 就是他恐怕也要性命不保了呀 木兰圣秦的消失 不久就被战场上的修士 法士同时发现 顿时法士们神色大变 而修士们则精神一震 士气大为高涨起来 正和对手纠缠的枯寿老者和田中 见此情形 也面露难以置信之色 圣秦现在就消失 绝不是灯油枯结的缘故 只可能被天南修士一方 弄灭了那盏元明古灯 这两位神医师甚至不知道 他们木兰族的传承之宝 再一次落入了韩丽手中 在他们看来 修士一方的原因 后期修士都已被纠缠住了 其余的修士 在圣秦可以支援的情况之下 没有可能突破 月姓女子防守的 现在出现这种情形 实在是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 这个时候 韩丽已经悄悄飞顿到了 提魂兽附近 重新现出了身形 提魂兽所画的巨园 已经将大部分的炼尸 化为了灰烬 剩下的一小部分 则被那些阴罗宗黑袍修士 慌忙的收了起来 否则这群铜甲炼尸 全军覆没 那是早晚的事情 而吸纳了如此多诗气的提魂兽 他所画的巨园体型又庞大了几分 毛发也乌黑发亮 看起来仿佛刚刚进补过一样 在这期间 自然有好几波黑袍人和法师 想先灭了巨园 但是龙寒清楚得很啊 这古怪的巨园可是对付那些 铜甲炼尸的关键 哪能让对方就轻易的得手呢 他立刻分出一些人手 将这些人拦了下来 偶尔有几个漏网之鱼 但是尚未接近巨园 就被隐匿一旁的银月 幻术迷魂之法 接连使出 稀里糊涂的就送了性命啊 等韩丽回到这里 远远的看到提魂 将最后一只外面的铜甲石灭掉之后 毫不犹豫的冲他一招手 顿时提魂兽身上一阵黑芒闪动 瞬间缩小了起来 化为一道乌虹是飞射入了 韩丽腰间的灵兽带中 银月剑词也自觉的飞到了 韩丽身后 收了提魂兽 韩丽想回头和银月说些什么 可忽然之间 天上轰隆隆之声大响 一片阴云从高空降下 足有数百丈之广 无数绿色雷火在云中滚动不停 天空骤然为之色变 韩丽神色一领望向天空 是谁 是谁杀了本赠的夫人 我要将他抽魂炼破 余血刺恨 阴云中传出炸雷一般的吼声啊 听着声音正是那位阴罗宗的宗主 一听此言啊 韩丽心里边咯噔一下 目光阴冷了下来 尚未分出胜负 阁下又何必走得如此急呢 一某正想多领教一下道友的魔功呢 紧随着黑袍男子的话语声 和欢老魔的声音也飘渺至极的悠悠传来 随后另一股灰白色的雾气同样从天上激射而下 正好拦在了阴云的前边 给我让开 现在没心思和你切磋什么 再不滚开的话可别怪本宗不客气了 阴云中的阴罗宗宗主声音可以说是兵行无比啊 不客气 一某活的现在还真没被人不客气过几回 好吧 想不客气 你有啥手段 尽管使出来就是 和欢老魔冷笑一声 丝毫退让的意思都没有 阴云中的黑袍男子沉默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才阴森的说道 好吧 既然你如此的不知进退 本宗主也没心情多浪费时间 也让你见识一下本宗至宝鬼罗番的威力 阴罗宗宗主怒急返效 鬼罗番 和欢老魔的声音略带一丝惊讶 还有一点兴奋 但两者一对一答的短短几句话 可让下面交战的所有修仙者都吃惊不小啊 一些修士更是才刚刚知道 这位阴罗宗宗主伴侣 竟然已经折损在天南修士手中 都大感意外 暗自猜想 这到底是谁把他给杀了呢 韩丽表面神色如常 似乎无惊无喜 但是见和欢老魔挡下了阴罗宗宗主之后 心里还是大为放心的 他可不想被一位原英后妻的修士 满场追杀个不停 就在包括韩丽在内所有人都以为和欢老魔和这位靖国魔修就要在低空处展开一场大战的时候 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从法室后方的天空中突然一声尖笑声远远传来 接着光芒闪动 十几道颜色各异的顿光飞快的向这里击射而来 并且上位等靠近就有人大声的呐喊起来 几位神师快住手吧 草原出事了 事情有变 此人呐似乎存心想让所有人都听见似的呀 竟施染了某种秘术 喊出此话呀 随后这些正光速度又加快了三分 一下子摄入到了战场之中啊 顿时修饰法师双方都听得是真真切切 大部分人不经恶人的暂时停手 有些诧异的望了过去 事情发展的也推快了吧 这怎么草原又出事了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蛮人修仙传》第470回